普京先生得了不治之症 而且这个疾病会让他极为的痛苦 他最近用各种的这种摧残性的药剂来维守自己的健康 这是对俄罗斯人民 中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带来最大的威胁 在这种绝症的情况下 普京是有理由甚至疯狂的来尝试摧毁乌克兰的核电站 甚至使用核武器来威胁乌克兰人民和欧洲人民 世界人民 这对我们中国人和对全世界人民都是个巨大的威胁 请大家去验证不要相信我 但希望你们做好基本的准备 不要让他最后的疯狂把世界带向死亡 我们通过俄罗斯内部的战友和普京身边最相信的人 包括最重要的他私人医生团队 我们获得了普京先生 他获得了不治之症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我也向普京先生和普京的家人非常的道歉 我和你们无仇无缘 但是你的所有的一切影响了人类 包括中国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在本质上和你们是敌人 个人上没有任何的恩怨情感 我感谢来自于普京身边的过去的朋友 提供的这种绝密的信息 全世界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绝密 这是来自普京先生身边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提供给我们这些绝密的信息 让我来告诉世界 我愿意让世界任何人听到这种声音 普京即将完蛋即将死亡 自将对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受战争 瘤练的乌克兰人民 以及被习近平和普京先生 个人政治关系和野心代表的中国人 俄罗斯人都是好事 他两个不能代表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人民 对待我们新中国联邦消灭 共产主义的这个目标和理想 他是利益相承的 我相信普京先生不会超过12个月的生命期